嘿 各位這也是關系平台 有沒有看到那亮亮的是月亮 然後往下什麼都看不到 耶耶 反正就是 這裡超多人的 只是你們看不到而已 有沒有看到那邊有個電燈 對 只看得到電燈 那 反正我就邊T殺 然後邊聊天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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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在路上的時候我就想著 要錄什麼東西 然後要講什麼話 反正我今天想聊的是 夾娃娃機嘛 最近還蠻火紅的 火熱的夾娃娃機 也不知道為什麼最近很火啦 不過在日本好像一直都蠻火的 所以日本反而沒有什麼感覺 有嗎 日本還是最近日本的夾娃娃機 機台暴震 哇 最近真的很誇張 連那種阿薩布魯的奇怪地方 都有夾娃娃機的點 然後網路上也最近蠻多人 拍包台影片跟夾娃娃機 夾娃娃示範影片 好像那也怪怪的 然後總之因為我被這些東西荼毒了 所以我也去玩了兩把 欸 對 我就 捐獻開足20元 好不好 應該不只20元 應該有三四十元 然後這個東西就讓我想到 台灣很常流行的東西 然後 流行一下又不見 當然我只會用車來舉例 有些東西 反正講的裡面不改進去 就是 最近一件發生的事情就是 我們的 B維維斯 大家聽過這個封號吧 把妹神車 還有什麼封號我想一下 啊 不知道 把妹神車 B維維斯 有沒有 哇 那台車 就是 屌了屌了 最近 變成警察車 反正它跟夾娃娃機很像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那年頭 就是那時候剛好是我 正值大學金剛進入 然後需要買車的時代 然後為什麼今天關係那麼多人啊 是因為天氣比較熱 總之就是 那台車吧 最近你沒有發現它 它最近消失 就是慢慢的消失了嗎 雖然它的 新一代 B維斯R 有出來啊 B維斯R有出來嗎 可是就B維斯R 就感覺沒有 以前那台 大B那麼猖狂 那麼囂張 那麼多人要買 我記得那時候 因為我是 那時候是正值 剛買車的大學新鮮人 所以那時候當然是很多車都看啊 什麼神車進站有沒有 當初我還以為進站是SYM的 呵呵 不是啦 我以為進站是光陽的 所以我才發現光陽油台車跟進站長得很像 然後叫什麼我也有點忘記了 然後那時候 就看到B維斯這台車啊 那時候我就 口袋空空 兩手空空 有沒有 生活費 那個吃飯前 有沒有 還怎麼講 生活費接種而來 各種花費 各種花費 然後那時候 第一年可能就花了不少錢 第一年過得比較揮霍嘛 那當然第一年有就各種看摩托車啦 因為能騎會騎的嘛 又一台小DJ可以騎 然後那時候就各種看車 當然也有看傳說中的B維斯 那時候最火紅的 好我們就在這邊坐一下好了 不過你們看起來應該都黑黑的啦 應該只能聽到錄影 反正那年的B維斯 我記得我去網路上看他二手架 超誇張 他二手架幾乎沒掉多少 然後 隨便一台都是5萬起跳 就是 你那種車礦很爛的 然後 看起來改了一些東西 車礦爛爛的 好像殼還是被換過那種 哇都要5萬起跳 超誇張 那種就是 太神了 太神了 5萬以上耶神經病 那現在掉到多少我也不知道 現在也很少人在賣B維斯 然後那個年頭就很多人在玩B維斯啊 改B維斯啊 然後那時候連小B都出來了 小台的B維斯也被人家挖出來玩啊 然後還有什麼B維斯100啊 動力超強啊 直接海放幾乎B維斯125啊 所以其實小B比大B會跑 連帶著那個PGO的XHOT 那個年頭也蠻常見的 對啊 那時候因為XHOT跟B維斯長得很像嘛 就是PGO的 話說就一直延燒吧 燒了大概一兩年吧 我同學裡面也是兩三個買B維斯的 就連我高中一個很屁的朋友 他也買了B維斯啊 不過他買的時候已經 B維斯那個熱潮已經消下去 一半以上他再買 有點跟不上時代啊 這個那個 想當潮人 結果發現買到手的時候 這台車已經不潮了有沒有 因為潮車可能就是雷霆S吧 我在想 屁孩車當道 那現在我覺得CP值最高就是Jet S了 如果社會新鮮人喜歡Jet S的話 不要猶豫 我覺得他真的是 日常騎乘跟改裝起來 都是非常有看點的一台車 雖然我沒有騎過他 如果有一天能接到的話 當然是很樂意騎看看 然後來分享心得囉 反正就是那時候這個風潮吧 那 也持續了 一段時間大概一兩年而已 就是最近台灣燒什麼都燒很快 然後退什麼都退很快 就跟遊戲實況一樣啊 以前不是遊戲實況很夯 燒起來是燒也沒多快啊 遊戲實況是慢慢紅起來的 但是退下去真的退滿快的 然後最近YouTube的生活類型的影片 也是燒起來燒很快 那我覺得最近DIY的影片 好像最近也有點燒起來了 大概這樣吧 那夾娃娃機能燒多久我是不知道啦 不過夾娃娃機 感覺就是非常典型的 只會燒一下的東西 因為這種東西以前就紅過啦 跟大頭貼一樣啊 大頭貼不是也是紅一下 然後就全部不見了 現在哪裡吵到大頭貼啊 我現在這樣講說不定 有些年輕一點的 連大頭貼什麼都不知道咧 不過我看我的影片的 觀看的那個客群 好像沒有什麼年輕人啊 大部分都是滿老的 不是啊 大部分都是成年人啊 畢竟大部分都在講車的東西嘛 通常沒有碰過車的 就不會了解車的魅力嘛 有些碰過的也不會了解嘛 不過 本來興趣這種東西 就是大家比較分散啊 遊戲會有一定的客群存在 就是因為小朋友時間 跟大人比起來多很多啊 所以 遊戲的客群常在這麼明顯 所以 我有種覺得就是 反而是最早接觸的東西 最有可能成為你的興趣啊 就是你接觸的東西不多嘛 你將來就覺得那些東西好玩 這裡偏離重點了 反正最近這個一頭熱起來的事情 就還蠻 還蠻讓人擔心 以後那些機台會怎麼辦的 如果聽說現在還蠻賺的啦 我好像有認識一個人 然後他有顧一台機台 哇 他說他不知道幾個月還是幾天 不知道幾天就賺五千 哇真的還蠻賺的 最近夾娃娃機真的還蠻火熱的 不過如果你遇到高手的話 可能還會虧錢的 夾娃娃的風潮到什麼時候 我也不知道啦 不過大家如果喜歡夾娃娃的風潮 本身就很喜歡夾娃娃的 那也不是跟風的 那應該會很喜歡現在這種感覺 那個風潮一架就過了一下就來了 所以大家不要太傷心啦 如果以後沒有夾娃娃的話 一樣會跟Pokemon GO一樣的 之後還是會有人在夾娃娃 只是可能你就要去尋找他們了 網路是一個很方便的地方 大家自己去找囉 他說回來Pokemon GO也是嘛 一時有沒有一堆人搶著玩 哇以前這裡關係平台 台南的抓寶勝地 一天一隻成龍耶 現在呢 小貓兩三隻 以前還有什麼Pokemon夜市耶 現在都沒了 以前人多到這邊可以變成夜市耶 啊現在還沒啦 那大概也這樣吧 這就是最近流行的風潮 還有一些有的沒有的 那在那邊坐也坐滿久的耶 差不多該回去了 因為今天是平日啊 明天還有人要上班啊 好吧 那就這樣啦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玩的 就是也有可能會找地方逛吧 然後再來 來跟大家聊天 雖然大部分都聊一些負面的啦 盡量會想一些正面的好不好 那因為這個也沒有太認真的去拍攝什麼的 那訂閱我吧 目標兩萬訂閱 那期待下次的聊天喔 掰掰